早在十几年前 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候 湘湖中流传了一种骗术 不少湘湖人就利用这种骗术 天机无处啊 直接走上开身巅峰迎起白不美 她就是花瓶姑娘 在十几年前的公园骑士里 总有那么一个小帐篷 门口写着花瓶姑娘 需要花十元购买门票 因为身体虚弱 观看时间也仅有一分钟 据简介说 花瓶姑娘从小居住在花瓶里 每天以牛奶为生 如果你花钱打赏 她还会陪你聊天给你唱歌 如果小的时候还进去过一回 后来直接成为我的童年噩梦啊 其实原理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面镜子 但是简单拥有了镜像折射的原理啊 接下来我就让我这强大上手 给你们制造一套装具 多一波封顶 现在做好了啊 大家看一下 我还给他配置了啊 花瓶王子 非常的完美啊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刚买的苹果十三 这部苹果十四已经发出了 并多多为了心里积压的苹果十三固存 你和我们搞活动 准备了一闲台新一 欧式国王产品太喜欢了我的 价格是真香啊 但是数量有限 现在点击我评论区 这里粘接就可以讲 粘接在这里 库的还有 大家不要错过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瓶王子 我从小呢 就在花瓶里面长大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大家看 它旁边呢 这边都是镜子 镜子折射在这个板上 打到这个镜子上的 而我们人是从后面把头伸过来的 这就是后面的样子 我们人把头从这 伸到这个花瓶里面就可以了 看见没 花瓶是用这边挡着的 包括我们这个镜子边啊 都是用这些彩带封着的 就是防止这边边都在外面 避免人家发现的 快点几头像进来点个